谈论不同剧情看尽人生百态 大家好 欢迎来到女汉子说电影 人生不如意有十之八九 如果能有人替自己分担 当然是再好不过了 莫文是一个刚刚进入职场的女孩 刚起床就遇到了房东催债 上班也迟到 毫无背景的她差点被经理开除 好在这时一个大兄妹过来 人家能说会道又能撒娇 如果不是在大庭广众之下 经理肯定就忍不住了 但好在莫文也幸免遇难 不过她去送文件的时候 尽管看了经理和大兄妹辣眼睛的画面 没经历过人事的她 直接鼻血流了一地 看来还是个青春少女了 回去后的她 拿着自己的玩偶开始抱怨 可想到白天的画面 莫文又开始流鼻血 然而鼻血却滴在了玩偶上 还被她给吸收了 等莫文从未生间里出来的时候 就发现了恐怖的一幕 吓得她干忙躲在了床下 原来莫偶人变成了她的样子 把她当成了主人 只要她在本子上写下命令 莫偶人就会照办 如果想召唤她 就在莫偶上滴上自己的血 莫文刚开始还有点不太相信 人真的开始打自己了 这让莫文不得不信 之后她安排莫偶人 帮自己做饭洗碗 早上莫文发现了 被挤好的牙膏和做好的早饭 这让她相信自己不是在做梦 刚上班的她 还看到了帅气的新领导凯文 这可是她心目中的男神 激动的她连话都不敢说 可让她没想到的是 凯文竟然和大兄妹越走越近了 就连同事们也全部把她孤立了起来 这时经理让他们这些实习生 各出一个企划方案 应对刁难的客户 莫文没有什么工作经验 又没有老员工的指导 坐在家里焦头烂额 突然她想起了家里的莫偶 于是划伤了自己的手 召唤出了莫偶人帮自己做方案 可大兄妹的策划案 竟然和她的一样 无奈的她 只能召唤出莫偶来帮自己 莫偶人的干练和才华 让客户刮目相看 这让莫文很开心 并让莫偶以后叫自己姐姐 在开庆功宴的时候 大兄妹嫉妒莫文 就在她的酒里下了药 灰魂沉沉的莫文来到了厕所 召唤出了莫偶 活泼性感的莫偶 把整个聚会的气氛都带了起来 并且大声地向凯文表白 其实凯文早就喜欢上了莫文 这下子 友情人终成眷属了 之后大兄妹 偷方案的事情曝光 被公司辞退 从此 莫文频繁地召唤出莫偶 帮自己完成工作 自己则和凯文约会 最后甚至直接让莫偶人 替自己上班 这种不劳而获的成功 让她欲罢不能 可这一天 莫偶在家里做饭 凯文突然出现 并亲吻了莫偶 这一幕刚好被赶回来的莫偶人发现了 于是他决定控制使用莫偶人 可莫偶人似乎喜欢上了人类的生活 有了人类的感情的莫偶 偷偷地戴上了莫偶人的订婚戒指 这一幕刚好被莫偶人发现 他命令莫偶人回去 可莫偶人却说 自己因为莫偶人的频繁使用 已经变不回去了 无奈的莫偶人和莫偶人约法三章 让他藏在柜子里 并强调 凯文是自己的 莫偶人虽然同意 但也要求两人轮流躲藏 一人生活一天 莫偶人不想被凯文发现 就只能同意 就这样 他们每天交换生活 可莫偶人的行为越来越过分了 还主动去勾引精力 这让两人大吵了一架 不过莫偶人也发现 莫偶人并不简单 他不想再让莫偶人代替自己 就在柜子里大叫 凯文发现了两个莫偶人吓傻了 而莫偶人却从后面打死了凯文 还想过上人类的生活 故事在一场噩梦中结束了 可这样被替代的生活 真的好吗 感谢收看本次的视频 喜欢的不要忘记关注转发哦